中国制反隐形雷达,赖道被炸毁任由以色列F-16肆虐,中共引以为傲的自制雷达JY-27号称,具有反隐形与预警导弹的能力,是对抗第四代隐形战斗机的杀手舰熟了以色列近日空袭叙利亚大马式隔机场时, 叙国部署的JY-27雷达,直接被炸毁,任由非隐形战机F-16狂轰烂炸叙利亚大马式隔机场内的伊朗弹药库,以及附近的中国制JY-27雷达,俄制Panthia,Saltor Tor,防空系统都被以色列空袭,摧毁图鞋子atimajestintl推特,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 伊朗部队日前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式隔附近,突然向戈兰高地发射地对地导弹,因此,以色列空军20日开始针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目标,进行报复性空袭。 卫星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卫星公司imajestat International在推特发布的卫星照片,显示大马式隔机场内的伊朗弹药库遭到摧毁。 附近的中国制JY-27雷达,俄制Panthia,Saltor Tor,防空系统同样无一幸免。 以色列时报报道,俄媒先前声称4架以色列F-16,屋地中海上空发射的7枚导弹,全数都被Panthia防空火力拦截。 而续媒却指出有10枚导弹,飞向机场地区,目前并不清楚为何两国媒体会有导弹。 数量上的差异不过轰炸目标遭摧毁的卫星照片,显示出以色列的空袭,仍造成一定打击。 虽然以色列击中,并完全摧毁了机场附近的目标,但附近的民用航站,仍然完好无损。 以色列军方表示,此次空袭是为了警告叙利亚境内的武装部队,不要企图攻击以色列。